其实经常会有人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说实话 没想过是骗人的 觉得压力很大 在艺人这条道路上 是不是实力是最重要的 你受过什么伤害吗 确实因为 有很多回锅肉的经历 不知道到底未来是不是实力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近好像就是 只知道埋头去能力练习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踏骨是全身为我 我当然是不认可 每个人的灵魂都应该是自由的 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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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 taste the destiny you search for awaken awaken the frightens at your door take out the care 今年是离家的第十年 却没能离自己的理想跟进一步 慢慢的好像野心和自信心都被磨光了 直到我等到了这个舞台 以前我会把每一次的舞台都当作最后一次来表演 但是这一次就像这个舞台 我就不想再下去 每次都是某哀声的剑 所以我很感谢 这一路遇见的所有 波折和幸运 所有支持和鼓励 还有质疑和怀疑 都让我拥有了 更坚定的自己